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白俄罗斯文化之旅 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浪漫的婚礼背后呢 其实是一个民族对婚姻幸福的理解和追求 那么在白俄罗斯人的传统婚姻观中 什么是幸福呢 今天的白俄罗斯文化之旅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白俄罗斯人的传统婚礼 那么同时呢 让我们在了解他的传统婚礼礼仪的过程中 来慢慢品味他们所理解的幸福吧 提亲是白俄罗斯传统婚礼的起点 提亲前 南方的父母会充分考虑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 考虑同村人对两个家庭的看法 也会考虑大家对新人人品的评价 比如说新人是否勤劳善良 是否心灵手巧 是否懂得团结有爱等等 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在白俄罗斯的传统婚恋观中 门当户对和人品是非常重要的呢 在深思熟虑之后呢 南方的父母才会选择即日 打发受欢迎的媒人 前去女方家里提亲 一般来说 准新郎的教父是媒人当人不让的最佳人选 不过如果准新郎的教父已经离世 或者是丧偶 离异 二婚 那么就要在亲朋好友中 重新挑选40岁以上 有家庭和子女 并且具有相应的社会声望 而且能够掌控 提醒整个事件进程的男性来担任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 因为按照白俄罗斯人的民俗观念的话 媒人的婚姻状况和幸福状况 会在新人的婚姻中重复 在媒人去提亲的前一天晚上 南方父母还会在自家院子里 放上一块面包 到了第二天早晨 如果院子里这块面包 被什么东西咬掉了一块 或者是整个不见了 那么提亲的日子就需要另择即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白俄罗斯的民俗中 就是根据多神教的观念 院子里有院神 家里有家神 那么这是院神和家神啊 在暗示提亲的结果会不尽如意 如果家神暗示的结果是顺利的 也就是说面包是完整的 那么提亲呢 便可以如期举行了 这个时候呢 媒人在出发前 还要用干净的毛巾 擦拭顺不顺相 并默念相应的祈祷词 来祈祷提亲的过程顺利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是为了获得圣母的护友 我们看到白俄罗斯人在提亲之前 既要征得家神的同意 还要获得圣母的庇佑 那么在得到了家神和圣母的双重庇护之后 媒人才可以出发 去女方家里提亲 那么在提亲的时候 媒人一定要随身带上 专用的大面包和一瓶福特加酒 到了女方家里提完亲之后呢 女方家里当然会用酒宴来招待媒人 那么大家会在这个饭桌上呢 把媒人带来这瓶酒喝掉 接下来 如果女方的母亲 在喝完的这个空酒瓶里 装满了粮食种子 并且用一条长条巾裹着 把这个装满粮食种子的酒瓶 还给了媒人 那这就是有戏了 表示女方家里同意了这门亲事 因为放在瓶子里的种子 委婉的在表达着 剥下的种子 定会结满新的骨碎的寓意 提亲成功之后呢 双方就可以为婚礼来挑选吉日了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白洛斯人的信仰中 既有多神教的元素 又有基督教的元素 因此呢 结婚的大喜日子 一定要挑选 既符合多神教信仰的吉日 也要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吉日 所以呢 在选择婚期的时候 我们需要同时考虑这两种信仰的规则与禁忌 比如说我们要避开基督教的斋戒期 要避开农忙时节 要考虑润年和五月不适合结婚的这样一些多神教的民宿观念 这样算下来啊 在白洛斯的传统婚礼观念中 适合结婚的日子就只有两个大的时间段了 一个是从八月底到圣诞斋戒期开始 也就是11月28日之间的这段时间 当然在此期间所有的祭祖日全都需要排除 那么一般呢 白洛斯的祭祖日是在周六 另外一个时间段呢 是从冬季开斋节 也就是1月21日开始 一直到歇肉节周前夕 也就是复活节前的第八周的这段时间 那么即使在这两个适合结婚的大吉之时 人们还会考虑月相的情况 也就是考虑月亮的形态变化 当然呀 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月见圆 月亮逐渐变满变圆 象征着幸福和美满 所以呢 在月见圆的时候 举行婚礼肯定是吉时上的吉时 再一个呢 我们就是需要注意 在白洛斯 如果家里有亲人去世呢 一年之内 家里都是不可以参与其他的 这个民间庆典仪式的 所以如果有亲人去世的话 婚期是需要往后推整整一年的 在婚期确定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婚礼礼服了 在白洛斯 因为人们非常喜爱白色 所以无论是新郎还是新娘的传统婚礼礼服 一般都会选择白色的亚麻布来分制 但是呢 在白色亚麻布分制的婚礼礼服上 一定要配上红腰带呀 红绣花呀 红香边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含有红色元素的配件 或者是事物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红色元素呢 因为红色是屏蔽色 也是保护色 在婚礼当天 宾客众多 其中难免会有妒忌不满之人 按照白洛斯人的俗信观念 新人身上或多或少的带一点红色 可以保护新人在婚礼上 免遭他人的毒眼 所谓毒眼 就是说白洛斯人认为 如果有人对你心怀不满 他看你一眼 你就会有不幸发生了 即便是在今天 我们知道白洛斯的新娘啊 也都是穿纯白的婚纱的 但是呢 他们依然会在婚纱下面 在腰间系上一根别人看不见的红绳来辟邪 除了婚礼礼服上的红色元素外 婚戒也是一对新人在婚礼上有利的护身符 传统的婚戒呢 是没有任何雕饰或者镶嵌的 由金银制地制成的环形戒指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要求呢 因为环形我们前面也说过 就是画个圈圈保护你 它象征着为新人画的保护圈 而金银的质地呢 则象征着日月的光辉 对这份婚姻的保护 金子的质地象征着太阳 银子的婚戒象征着月亮 镂空雕刻或者镶嵌宝石的戒指 很容易损坏 比如说褶断呀 或者是宝石掉落呀 那么在白洛斯人看来 婚礼上婚戒掉落 或者是婚后婚戒遗失损坏 都是不祥之兆 其次呢 婚戒是自己婚姻的象征 使用别人的戒指 或者用别人的戒指来改制自己的戒指 都会让别人婚姻的编码 在自己的婚姻中重复 所以婚戒最好是买新的 不要用别人的 新的婚戒要由新郎来购买 他必须在同一天 同一个地方来购买 因为他的寓意是 夫妻二人婚后能够同心同德 举案其美 另外请大家注意一点啊 白洛斯人还认为 无论是婚戒 还是新娘的投杀 礼裙 或者是其他的婚礼上的仪式用物 在婚礼前绝对不可以让他人试穿试戴 哪怕是最亲的姐妹都不可以 否则呢 婚后夫妻二人会时常发生争吵 因为在这些上面会沾染到别人的信息编码 媒人和伴郎伴娘也是婚礼不可或缺的元素 伴郎伴娘自然是从新郎新娘最好的朋友中挑选 那么要求就是要选未婚的没有子女的青年男女 媒人必须是成对 新郎的一方和新娘的一方 他们会各有两对的媒人 为什么是两对呢 因为新娘的教父与妻子 新娘的教母与丈夫 这是两对 还有新郎的教父与妻子 新郎的教母与丈夫 这又是两对 那么如果说媒人中有人不符合条件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他不符合婚姻美满呀 有儿有女呀这样的条件 那就需要从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家重新去挑选 总之呢 最后要凑成四对幸福的夫妇 共同出席 同理 如果新人的亲生父母有一方不在了 也需要从亲朋好友中亲一对 家庭美满子女双全的夫妇 来代替亲生父母完成婚礼中相关的仪式 总之 在白俄罗斯的传统婚礼中 无论是人还是物 一定要成双成对 那么就连象征着婚姻幸福美满的婚礼专用大圆面包 也必须是成双成对的 婚礼大圆面包呢 是东斯拉夫婚礼仪式必不可少的仪式用物 那么面包呢 由水 鸡蛋 黄油 和面粉四样食材制作而成 这四样东西啊 在白路斯人的传统观念中 分别代表着水 火 气 土 四种创世的基本元素 而且呢 新郎和新娘双方制作面包的面粉 要向全族人挨家讨要 以获得全族人对这份婚姻的祝福 而负责考制面包的人呢 通常是五到七名已婚的女性 其中的主要负责人 就是新人的教母 但是这里的要求呢 跟前面一样 所有参与考制仪式的妇女 必须是婚姻美满的 如果她们处于守寡 离异 或者是无子女的这样的状态呢 她们是没有权利参加这一仪式的 那么婚礼面包的考制过程呢 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的漫长 所有参与者都需要虔诚的 按照要求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仪式 并且不时的演唱相应的仪式歌曲 如果有人在中间一个不留神 那么将来出炉的面包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裂缝 那么如果考出来的面包出现裂缝 这就是大凶之兆 这会预示着婚姻在未来会破裂 烤好的面包呢 要用长条巾包裹起来 放到不容易被别人发现的地方保管 那么在婚礼仪式结束之前 绝对不能打翻 或者是弄裂这个面包 在白俄罗斯传统的婚礼面包 一般是三层 为什么三层呢 就是代表着一家三代人 好了 一切就绪 下面就请大家 期待新郎新娘入场吧 去现时面 ホgency estab där 上面 所以呢 并且